台北市立動物圈的大療痕團團 在十一過十九個星 今天在動物圈會公布白痢檢視的結果 確定這團團的頭部來臨生理由 這大腦是嚴重受疾 大療痕團團團過身一久過 台北市立動物圈公布白痢解報的結果 更令團團的死因時光發生的腦瘤 這也是真正優陣的原因 所謂的心臟膠質細胞 心臟膠質細胞的話 這些都是已經變成腫瘤細胞了 哈記表示團團頭到裡面 瘤作性大腦減中危塑 大面疾祖跡也看歸世 這種腦瘤通常好發在人家家的身屋 不僅會本現資料 只剩下一隻大療痕 沒死過療痕的腦瘤 因為療痕素都太少 欠到嚴重的痛痺 也沒辦法分辨感受尾團的因素 那如果案例慢慢累積多了 譬如說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資訊之後 也許提供給所有照顧 跟團團有血脈相關的個體的時候 就會特別去注意到這個部分 那如果變成耗發 當然就合理可以懷疑 它是有遺傳的潛質 另外掛解後期 團團的為替如何處理 都沒有訪表是 已經很可能 環境保存它的皮膜 骨結跟外替細胞丁丁的原本 也要看所來保存狀況 希望加助亞新動物醫療 及救用技術的參考 繼續請問正前由 台北蔡宏伯德